好,这是今天的新闻 说坚持反对开放美牛林杰良 就是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的这个主任 林杰良没有获邀咨询 你知道新闻是怎么写 说反对开放的林口长庚医院 临床毒物科主任林杰良 未获邀 卫生署跟农委会互推责任 表示不邀林杰良是对方的决定 是对方不邀请的啦,不是我啦 所以有没有人不邀请 有啊,一定有一个 只是说两个人在顾队长 两边都不邀请,刚刚好而已 我这几年尤其是 上一座美牛开放进口的时候 那时候瘦罗症到底可以参与 不是只有马总统、马英九 那时候都在说不可以开放 不是那时候这样说而已 我这几年听到林杰良大概就出来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就说心血管疾病 瘦罗症哪里 不好,林杰良不能接触 但是我觉得很意外 林杰良建访台湾 他叫做毒物专家 那现在政府总是这个妖怪 现在意思是我们这个妖怪 你打的车都不跟人不一样 人家其他这部份的专家都没关系 培林现在跟他们说分之有三个 意思是说现在 美国的今年刚才去买 这部份接到的 24点钟没关系,人家就放出来了 就全部全部排泄出去了 政府要扶植很大的一个专家 就是要跟民众说 我刚才听年方在说我也听了一个 第一线到之后 说什么要拍摄 不怕路 如果人家到到底不知道怎样 政府要出来说 对林杰良到底 是不是像现在第一次美牛小组说的 分开 这几天有一个让民众感到很感慨的一个地方 社会大臣一直在讨论 这个美牛的瘦肉精 到底6个月以后对林杰 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很像我看到民进党很多管理党出来说了 瘦肉精到底是不是有在台湾分作两国 在民进党培政的管市里面 可能这些管市 说这对林杰可能会像年凡说的 像年几天不怕路 那会上到身体 国民党接政的部门 觉得没关系 一个政府最大的一个政院 你如果说八成的健康过得不好 我不知道这个总统你现在可以宣女 意义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宣情你说包到过来庭九二共识 宣后会差一天的时间而已 普通说下来 总统是你自己说要处理美牛的一个事情 民众一定记得很清楚 总统你不要说过 瘦肉精不能开放 今天林杰梁你不要叫他 政府你也要出来说 是林杰梁不够专业 或是他车袋就好像都不一样 四年前是在反对什么 是在冰山会 要让民众清清楚楚 人的一个生命 马总统不要叫你做三十一件 纯四年而已 你不可以因为美国天理之后 你这次就说 不要紧了 瘦肉精这次不要紧了 对人的安全 二十四年之中 就统统没事了 我如果想到现在这个瘦肉 叫做安心瘦肉 你看看 你要怎么备生安心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说到底我们台湾 在了林杰梁以外 没有专家吗 或是说 今天政府你找到这些 意见台湾都会同样 到四年前是要查查 法律现在的规定是说 不得检出 现在不能检出 就开始在讨论 具体责论 没有啦 以前这些人 都没有案例 现在吃那些 全球十三个人吃十三年 没有看到重大健康问题 但是这个风险 为什么要承担 万一赌到 只要开放之后 都在林杰梁 我以前是在捐什么 我就想不到 不是以前捐什么的方言 现在的法律是规定 统统不行 对啊 对啊 就是捐了 所以现在政府的台湾 其实很清楚 事在必行 他就是说 你说什么 延众不好 我这部的延众叫做专家 延众有讨论 所以我他在想说 林杰梁 他做一个毒专家 要回去想看看 是不是你以前买不到讨论 讨论 讨论不讨论 讨论 讨论 现在马政府就把林杰梁 当成你是妖怪啦 哪有别人讲的 全部都是 延众没关系 跟林杰梁 一直在说有危险 什么的薪水管 有疾病 但是我要问马政府 就是说 如果这样设计一座 我们两千块五年 那个时候 是怎样大家都 听到林杰梁说 新水管疾病 这个瘦路症 也不可以 大家是都听他的意见的 你要转向 你转到的基础 到底到底在哪里 这个政府要清清楚楚 把八舍交代 大家都说 你杰梁 你到底有什么地方 有杰梁 有杰梁 但是我也要问 台湾有讨论 哪有讨论 刚才说三管五卡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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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長 你的态度是什么 对啊 现在怎么没说过 都没说过 新北市長 你们这些消息 要选总统的 你们到底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越大胆的 这次赶到瘦路症 隆重没声 所以基础比有杰 你知道吗 这杰到底是要做什么 就是 他们看到 妈的研究 现在这次 本地上要算贏十五万而已 贏到八十万 大家想说 好 现在贏不贏 我看 不要对他相激秀 相激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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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点是 良心是什么所在 你新北市 你台北市 尤其你土屋 这些都准职瑕士 台中 中华 你陶族苗 你们这些都走下去 我就不相信 台北市 新北市 土屋 新特 苗栗 台中 中华 这些国民党接政的 你们八世 如果吃到这个瘦路症 才能让国民党接政的 隆重没事情 我不相信 是 按这个礼 你就可以看出马英九有多脆弱 你看他推动这个政策内心有多心虚 林杰良是很专门的一个专家 大家都知道 他台湾社会有名 但是一个林杰良面对里面那么多学者 假设说这个意见 林杰良的意见是错误的 或林杰良的意见是不对的 你在怕什么 你就让林杰良进去 然后让这些学者专家进行辩论 把他们的意见公开陈述 但是现在马英九 连反对的意见都不敢听 我说现在这个政策非常危险 就是在于 马英九他是连负面的意见都不想听 所以他要蛮干 所以我说从头到尾 这个已经不是民生问题 当然这个吃进去身体 对身体造成伤害是民生健康问题 但是马英九把它操作成政治问题 所以这个案子一定会过 否则单单一个林杰良 马政府就怕成这样 但是换句话说 假设连林杰良的意见 马英九都不敢听 你会相信马英九这个政权说 未来我们会有完善的配套 什么配套 你连反对的意见你都不敢接纳了 未来不会有配套 就直接由人民概括承受 我想这样先给大家报告 今天他说分开讨论 所谓分开讨论就是 瘦肉精其实分三种 接着有叫培林 培林也就是所谓的来克多巴胺 这样 另外他说这个比较独的瘦肉精 像克伦特罗 这个就比较独 还有一种叫做沙丁安存 沙丁安存 所以他说培林应该跟克伦特罗 跟沙丁安存 比较独的瘦肉精分开讨论 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要开放培林 后边那两种美国也不开放 你想要吃也吃不到 美国的牛肉不可以 后边那些少许 他现在跟我们这样 黑龙小肚 好啦 我给他補充一句 先拼台生的 你既然一定要开放牛肉进去 要让台湾人去吃 我们先说台生的 后边吃到发现 但是什么人会扶持人 不要像新牛肝没有一个扶持人 吃了多久会有什么症状 什么谁会跟你负责任 没有,我们偏台生的 没有,新牛肝的事情 又从而来,但又来会 说这种症状是你做本来会这样 不是我们新牛肝煮下去 新牛肝是因为流行性 被台生以后的 所以大家说不中不来去煮 这牛肉你当然可以选择 但是吃下去的瘦肉精 你会出现什么症状 你政府要有医务跟人民讲 说那个症状是正常的 不会死亡也不会中毒也 不会怎么样 你再说好,来这 发现事情 我政府扶持人 不过像新英国 大家六半天 我记得台中有一个 什么监督 什么医生 一个台中 一直说那些是疫苗安全 没有小弟的爸爸 不是那个医生 你说就是王润贤吧 一个医生 一个指挥中心 一直说 大家那时候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人说得对 我们现在既然政府参与 你们先来过 拼得好 你什么人扶持人 都我政府扶持人 你们吃下去这个瘦肉 有问题都找我政府 第二 会出现什么症状 那是正常的 或是不正常的 你不知道到时候 你败的时候 發生事情又说 这跟牛肉说了就没有关系 这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病状 那事情大条 就是 郭文大哥 心流感后来有人负责 我们被告 你忘记了吗 那是因为没有告成 你是唯一被告的一个案子 宏义 你说谁负责 我觉得千万不要去讲这个话 最后跟你讲 最后推几个官员说 我们负责 下台 下台 等于出了状况的时候 这时候民国都不知道几年了 这些东西是怎样 是美国政治压力非得开不可 为了要找专家背书 反对专家都不找 派调查局调查员去找 找这些人来背书 我不认为这个事情那么好善聊 不是你这样找这几个专家背书 然后到立法院就会过 我不认为 今天怎样 民党先市长已经反对了 其实刚才我议员讲得好 这个不是养租户的问题而已 这还有消费者健康问题 刚才年号把那个拿出来 我觉得很好啊 那for human use 在每个卖场全部都给他贴 你看大家敢不敢买 宏宇台湾人不是不懂英文 今天不是你几个专家讲说 没有问题 没有发生案例 就安全 这个谁负责啊 大家也知道 说官员说要负责 最后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官员都走人了 最后大家都不见了 这事情是他们可以负责 我觉得在第一个实验 你就要守住 就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 要进来马上九 你要付出政治代价啊 既然美国的妈妈让你当选 你爱吃美国牛肉 我觉得马上九 你要扛起来 刚才庄裕员讲得好啊 我觉得那几个县市人 要出来表态啊 难道你的县市的消费者 可以吃培林 你县市的消费者 可以吃瘦肉精 那其他县市 为什么要反 难道台北的人 长得比较健康 吃培林没问题 我才不信 是 这个培林 他今天说的 所谓毒性最低的 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不要吵了 也不用争 很简单 我希望今天去参加 那个会议咨询小组的那些学者 我自愿出来做实验 我们这些人 我们身材 我们吃半年没问题 再做结论 让我们国人 大家来说 最参考 我希望这样做 你会记得没有 我们台湾有一个最 以前发展 这个所谓的 这个研究疫苗 拿自己的家人来研究 因为说 我有心情说 这个资料没问题 所以他可以用自己 用家人来做 我们那时候给他黑漏 这才是真正的虎借人 他都说虎借人都不用 第一步 今天参加的那专家学者 他如果他们说都没问题 请他们那些人 先当一个实验小组 让我们参照一下 看看 他们先吃半年 专案进口 他们那些人家 吃半年一夭 看好有事还是没事 所以每天吃热眼牛奶 对啊 没有 专议员不是说 24小时就排出 要怕什么 对不对 照体重 一公斤体重 吃一克 吃完 吃完 吃得好 老百姓有信心 我们才来说这个 我想说 有什么 这个政府不需要自己扶持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缺美国情 说得不好 缺少 现在要快要 他要缺少 他管你情维都来 他不在管老百姓 所谓的 什么健康 我要说 科学讲的很 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说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最直接 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去证实 或者去反证 就是实验 就实验 你说现在不可能 不表示说 没有问题 因为什么 你可能没去查到 可能像我们说的 他发生事情 他可能想说百个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做实验 他既然要找这些科学的专家 我们就用科学的方法 我拜托这些 咨询小组的人 你们自己先出来做的实验 是 拜托農委会主委陈寶基 游说人家 叫大家来吃一下 包括陈寶基 包括那些专家 麻将都要来吃 还好 吃半年让我们看看 是 好 其实林杰良今天是这样讲 他说没有邀请我 邀请是邀请他们喜欢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林杰良说 我的意见是说要慎重 一定要考虑到 有心脏血管疾病 高危险群人的健康风险问题 以及国内养殖户 畜牧业的生计 可能受影响的问题 如果能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 近来其实也无妨 但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之前 最好还是不要进来 他说尽管提出配套 对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来讲 确实有相当的风险在 而且国人喜欢吃内脏 他说瘦肉精含量 是肉的几倍你知道吗 5到10倍 5到10倍 内脏是肉的5到10倍 无形中让风险增加 他一直很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其实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多不多 多啊 很多 很多 尤其台湾人还要吃北来 北来的量是一般5倍至10倍 他的意思是这样 再来是国内对养殖业的生计 今天养殖业出来呛马总统骗人 养殖协会的副理事长林秋桂今天说 总统马英九long stay的时候 曾经向养殖户承诺 瘦肉精不能开放 为什么现在要开放 他批评马政府根本是骗人 把人民健康当祭品 骗你又怎样 你当时 骗到了 那个骗到了 当时有多少人投给他呢 现在你得发动万人到台北来抗议吗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